李小夕第一个出场他在一岛 随着随保库来自中国的选手是在第二岛 随着目前已经算老将的李野是在第三岛 安贤叔是在第四岛 宋兴哲是在第五岛 那么中国的另外一位选手刘晓亮 应该是在第六岛 对 从一网战绩呢 我们还这几名选手吧 上场这几名选手 还没有真正的赢过韩国队 但是呢 我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刚才女队的那种 那种蛮强拼搏的作风 跟他们用我们土话 就是捞一个转一个 真的是这样 拼到底了 好 现在比赛开始 另外呢我想在最后最后的时候也会看到李浩熙跟安全书的一个竞争 比赛刚刚开始 目前运动员们呢还是非常成本的在划跑 对 韩国呢看来也想打集团军的这种战术 那行 中国队也不会让他们轻易地撑到一块 现在呢 刘晓亮 插开一个 李一野呢也在试图往上走 韩国的选手呢在这个直到呢又迅速地寻求超越的机会 对 因为在这种高水平的竞争的时候 呃 这个位置偏后了以后再去在在起诉之前特别偏后的话 呃 非常不利 都在试图在起诉之前呢 还有七川都在试图在起诉之前呢 把它形成一个集团形式 当然呢看来呢 但是呢就是说两个队都有准备 不会轻易的 韩国队也不会轻易啊 中国人撑到一块 然后中国队呢也不会轻易的让韩国队撑到一块 所以他们在不断地在在在在倒位 现在安全数上来了 我们看现在 李一野是排在第三位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李一野我 好 李一野这个上的非常 啊 我要藏进去 我们看这一次 我们的这个弯道超越是 最后没有得到太多的力量 我希望这个时候有中国队友马上冲的 然后对对宝库 宝库 宝库 别的上宝库 还在冲刺 好好好 这是一个外道冲刺 非常不错 这时候中国 好 韩国一名选手现在是摔出了跑道 宝库宝库 随宝库滑进了决战宣 最后一下宝库 宝库 宝库 兔